儿童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概念 打从每个婴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,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,一对新的人生旅程也就此展开。 孩子会哭,会牙牙血雨,会爬行,开始有喜怒哀乐,会叫爸爸妈妈,会走,会跳,会玩游戏,会唱歌写字,懂得交朋友,懂得依令行事。 每个孩子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 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每一个个体都是依循着这样的一个模式逐渐在改变与成熟。 而人类行为发展的历程在遗传、环境、成熟与学习四大因素交互影响下,发展出许多特征与原则。 包含了规律性、共同模式、个别差异以及连续性。 规律性 人类的发展顺序是具有规律性,每一次的发展都是下一次发展的基础。 虽然其发展顺序并不是绝对的,但在先后的逻辑关系上却合乎自然律。 共同模式 发展遵循一定的预知模式,而人类的行为发展却有共同的模式,包含从头到尾、从中心到边缘,以及从整体到特定部位的这些特性。 个别差异 人类的行为发展虽然有着共同的模式,但是中间却也有着个别差异的现象。 连续性 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原则,发展的程序具有渐进的、阶段的、以及连续的特性。 父母若要参与孩子的生长发展并享受其成长的喜悦,首要的工作便是认识孩子的发展。 然而,儿童的发展并不能只单单靠一个层面来论定,这其中还包含了认知、语言、突袭动作、社会适应以及情绪等层面。 因此,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就必须经由不同层面的观察与检视,才能够确保其发展的稳定性。 请点按左方选单,继续课程。